男子挥刀自尽 是畏罪自杀 还是要斩断屈辱 骤然爆发的命案 难以偿还的血债 当恩怨散尽时 破碎的心灵 还有什么可以安慰 无法偿还 忏悔录正在播出 这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次了 可父后生一直拒绝相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只一句对不起 让压抑在兄妹心间的悲伤喷泊而出 今天终于见到了哥哥 父后生的妹妹又怎能忍心责怪他 可即便如此 父后生还是不敢抬头 不敢注视亲人的目光 那么这个看似重情重义的男人为何会沦为蛮心媚脊的杀人犯 被他残忍杀害的人又是谁呢 那是2014年4月27日的黄昏时分 内蒙古自治区巴雁闹尔市郊的一个村庄瞬间乱作一团 人们惊讶地看到 将来老是和善的父后生竟手持尖刀 对着自己疯狂自残 自己把自己的两把就刮了两刀 哎呦 不劳定了 这这两本 这怎么困 怎么出 父后生是学了 父后生是村里的会计 待人宽厚周到 口碑甚好 村里面怎么也不忍心 看着他这样作践残害自己 便纷纷上前阻拦 可那时 父后生就像杀红了眼一般 竟再也没有人能够向他靠近 那会儿还拿刀子 我在这儿可是刷了上来 我也是拿刀子了 所以不要过来干净来 不就过干净来 今天他也不是我 把你家杀了 结果在这儿后果都是我的 父后生杀人了 这是真的吗 深感大事不好 几个身强力壮的村民便强行冲进了父后生的家中 果然 他们惊恶地看到 邻村那个名叫李强的男人 已倒在血泊中一动不动 随即村民们拨打了报警电话 咱们到血泊也看这个李强 正在地下躺 就是沙夫与这个插进中间 这个人呢 年龄大约四岁左右 总等生财 经确认死者李强 十年四十二岁已婚 因遭受锐气刺伤 导致失血性羞克死亡 那么父后生为何会对李强痛下杀手 他们之间有什么难解的恩怨 大约半个小时前 在这个屋子里又到底发生了什么 警方的勘察工作几乎刚刚开始 突然村子里又传来众人的疾呼声 寻生追去 在距离第一现场不到百米的路边 您怎么看到 一个血弱模糊的中年女人 正攀倒在那里 内部的地方痛里痛 腿上痛里痛 有点痛 突然很痛 处于红明状态 不能讲话 令人惊讶的是 这个危在淡气的女人 正是父后生的妻子苗秀华 苗秀华为何会遭遇袭击呢 难道也是父后生将他砍得遍体鳞伤的吗 此时 那个惹出祸端的父后生又躲在哪里呢 顺着村民们指示的方向 侦察员们一路追寻 几分钟后 几途自杀的父后生被拦截在一片农田里 看着父后生惊恐狂躁的样子 民警们不由的担忧起来 因为案发村庄地处偏远 交通十分不便 即便立即将其送医急救 上去一段不少的路程和时间 没有人知道 血流如注的父后生还能挨多久 所以无论如何 必须尽快控制住这个男人 将持了近半个小时后 父后生终于束手就擒 随后又历经了十几个小时的抢救 这个男人才渐渐苏醒过来 与此同时 他的妻子苗秀华也死里逃生 那么这对夫妻间发生了什么 这场突如其来的劫难 又是缘和而起的呢 你叫什么名字 护肩板叫什么名字 你家在哪了 上地坡 你因为小智山了 就是把那水 这是父后生第一次接受审讯时的模样 他的供述更像是在喃喃自语 字字句句 追心刺骨 只仿佛自己已经深陷在巨大的羞辱中 再也无法自拔 前不久 在巴雁纳尔市林河区公安局看守所 我们见到了父后生 他的身体已经康复 一年的时间 也让这个男人渐渐走出了绝望和怨恨 开始懂得反思 如今再次提起惨死的李强 父后生的心底有着难以弥补的亏欠 特别恨不惑吧 小孩子 被我杀害的 一家 还有一个父亲 一个母亲 一个小孩 不过一个老母亲 两个小孩 我也不知道 这伤到底是为啥 两个小孩 两个小孩 回来 就是还为你自己回来 我觉得那时候已经疯了 我要是 我要是多考虑 还是很道歉 应该是疯了 曾经的冲动和残暴 而今 在父后生看来 竟是那样不可思议 那么 他和李强奸 到底有什么仇怨 竟会让他彻底陷入疯狂呢 不堪的回忆 就从案发当天说起吧 2014年4月27日 怒火中烧的父后生 在家里等着李强的出现 已经整整一天了 李强向父后生 一笔不小的债 迟迟不肯归还 直到黄昏时分 李强才极不情愿地露了面 李强来了之后 父后生 往他给带来了多少钱 几五千块钱 要一要 好像一直要一要 不要去算 他都不叫强影 李强话音刚落 强烈袭来的羞辱感 让父后生 再也无法遏制自己 他转身冲进了厨房 抄起明晃晃的尖刀 便向李强赐去 一言不合 便拔刀相向 父后生为何这样残忍 难道他只为讨回一笔旧债 这又到底是一笔什么债呢 2012年秋收之际 盘点了一整年的收益后 父后生颇感欣慰 也就是在那几天 父后生总能听到妻子提起一个人 这个人便是邻村的李强 据说 李强急需资金周转 愿意高息借债 农村的充款 比较利息比较低 那要不是掉期的 才是几一千 这个毕竟他利息高 二房间 二房间就利息个小大高了 福气二上 下这个李强 借款20万元 早有多少钱 要能借的话 20万元 当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借款的消息不进而走后 父后生在淋漓间便开始饱受奚落 起初 父后生以为 自己赚钱难免会惹得闲人眼热 但渐渐的 他发觉 人们总是有意无意的 将矛头对准了他的妻子苗秀华 人们都说 你节外不要把媳妇大肠 不要把女人大肠 你说一个家庭 父亲二十来年 你不要大肠 咋借理解这话 这并不是父后生第一次向来借钱 可为什么单单这一次 让他陷入到众人的非议和口水中呢 此事与自己的妻子又有什么关系 这些问题让父后生如梗在喉 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一笔借款 缘和惹来周遭的冷嘲热讽 他们一天就超越了平时朋友关系了 我一定要让下去 为爱迎刃不发 如料一个眼神竟点燃了他心底的怒火 我就是为杨卫尚 他看着我 无法偿还 忏悔录正在播出 听从了妻子的建议后 父后生痛得快快地将二十万元借给了李强 熟料 消息传出 街坊四邻间竟犹如炸开了锅一般 人们纷纷猜测 父后生注定会血本无归 甚至还会落得人才两空的凄惨境地 他们一天就超越了平时朋友关系了 都知道了 这件事闻不住了 知道人们其实就不敢跟他说这个事了 那段时间 关于父后生妻子和李强两人 私交甚密的传言 正闹得甚交沉上 可是这会不会是人们闲来无事 在捕风捉影呢 渐渐的 无烟瘴气的传门 竟像是被应验了一般 因为妻子一些微妙的变化 让父后生也开始心生疑惑了 他就只有一个基本上就是一天 我有时候 吃不上饭 李强刚来回接送他这个媳妇 他慢慢贴着贴着 这些举动也能贴出来 这关系不是也不在关系 一间就是不在正规里要走的了 可能这就是 这媳妇有的外向了 妻子是不是真的背叛了自己了呢 尤其是被邻居们冷嘲热讽后 这个问题就常常在父后生的心底冒出 终于他再也耐不住心中的疑惑 便对着妻子大声质问起来 妻子也不成了 说没有没有这么事 跟我吵厉害 我吵得特别厉害 我好像 他就一偏差 就好像家里可以好像就是怪了 我好像就热死他 就是 苗绣华 时刻否认了一切传闻 看着妻子痛哭流涕的模样 那一刻 父后生的心又变得绵软起来 会不会真的是自己委屈了妻子了呢 毕竟 两人风风雨雨的已经相伴了二十多年 尤其在相恋之初 父后生还一贫如洗时 苗绣华就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 这个女人的真情 让父后生至今想来都格外感动 唱家之后他都借得起 他那个 那块咱们都在块都知道 我上去那时候 我是我们从而 就是生活调局最差的一个 1994年 父后生与苗绣华结了婚 起初日子异常艰难 但这个男人凭借着吃苦耐劳的尽头 将日子过得是红红活活 惹人羡慕 几年后 一双儿女又相继出生 越好来越好 他一种到二百几十木地 他就没年年 他的生活都在十几二十万块钱 宠的 那个媳妇一年自己 穿的是比较来说 再弄重来说 多会儿让他长长 穿的挺好的 一说的话 就那江小脸学习 他学习了 还长出的 尚有他 接受这些 没有个不得的 手机还两三个 卡还四个 复活生对妻子的骄纵 在村里同样是出了名的 旁人或许无法理解这一切 其实 复活生不过是觉得 妻子跟着自己受了不少苦 如今日子富裕了 让心爱的女人过得好一些 也算是弥补对她的亏欠 然而 遗憾的是 她的宠爱 却并没能换来妻子的珍惜 在两人大吵一架后 苗秀华不但没有收敛自己的行为 反而变本加厉的与李强混迹在一起 就是处于一种对这个家 就不管不顾的这种状态 人也不过于素呀 就是警察的连续几天 就出去不回来的这种状况 你多让媳妇就是 这会上去不就稍微就感觉离开 我们家 不要 孩子长下去了 你知道我 我得让这种状态 这些微生的干尘干 不是我一定要让下去 既然如此痛苦 傅后生为什么一定要保全这个家呢 那一年 傅后生的大女儿正面临高考 她当然担心家庭的变故 会影响孩子的前途 但其实 傅后生比任何人都清楚 她还在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妻子 她根本不愿意失去这个女人 那么如何能扭转这场感情危机呢 傅后生觉得 耽误之急 是要追回那笔外债 剩余失去外 最失去外 傅后生 希望这个李桥 多自作用 据傅后生说 已经要了几十次了 但是这个李桥 都没有给她活呀 哎呀 她和我倒了过一次 有一次和我 四九十几千嘛 她就说过 说这个 这是什么花过 就在这种 我钱也没有了 老婆要夜不归 所以我 我提起 喊点梦酒 一喊提起 她就说 说这个 她心里难受都不行 此后 傅后生 常常借酒交仇 任凭怨天游人的危险情绪 在心底不断扩散 转眼 半年过去了 2014年春天 又一次 鸣顶大罪后 失去了理智的傅后生 竟对着妻子 动起手来 她再次就是 望她这个媳妇 她俩到底有没有 就是这个 不正常的关系 她还是 不承认 离就离 离 离 打闹了之后 她自己和她夺了 就睡着了 结果 父后生第二天 醒来以后 发现她 妻子又不在了 这一次 妻子异常决绝 撇下 父后生和两个孩子 离家出走了 一连半个月 父后生 虽想方设法 却怎么也打听不到 妻子的消息 手机都关机了 到处找 我以前找不到她了 这能包抢走 报警以后 通过派所查到 她媳妇在一个 边馆里面登记过 房间 在警方的帮助下 父后生终于找到了 妻子 当天回到家中 父后生 以心力交瘁 她不想再与妻子 继续争执 便放弃了 所有的尊严 只希望这个女人 能给自己一个解释 我跪那儿求她的 跪下之后 和她这个媳妇说 说是 你就欠在我们夫妻 这么多年年轻的份上 俩娃娃的份上 你就给我一个实话 她说 我们直接就是有这么 就是你说的那么一回事 你不要过 不过 你就离婚 你却我活得还有作业了 我觉得不特别不值得 那一刻 父后生直觉地追心刺骨 本案审理时 提起这段危险关系 苗修华的表述 透露了她的心计 我和李强 是在赌博场上认识的 我的丈夫 知道我们是情人关系后 就经常跟我吵架 大概 因时平淡的生活 也让苗修华觉得百无聊赖 所以 她才更喜欢 在赌场中 寻求欢愉和刺激吧 她经常在赌博场 有时候好给别人借钱 他就出这种大方 将来这儿有利 你反正三切五切 有时候一外两个 就带着 长得也不是太漂亮的 也不是咱们长得也上的 就是在这个赌场上 就是李强就放过这个话 就给这些赌汉说的 说我也不是看上他人了 我是看上他切了 事实上 李强也有家事 孩子不过两岁大 傅侯生想不明白 自己的妻子 为什么不听劝阻 竟执意要跟这个男人 纠缠在一起 难道正如村民们猜测的一般 两个人是故意勾结在一起 欺骗自己钱财的吗 我就是杨卫尚 他如果导致要是给我一个 盗窃或者其他 这时候回去 此时此刻 妻子竟还一眼的不屑和鄙夷 复活生的心仿佛在滴血 是时候该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了 复活生缓缓站起身 便直接拨通了李强的电话 为爱追讨 情难如愿 他陷入崩溃的边缘 你家大事说 他说我就结冠情 你看你要不要 你不要 那就算了 拿到同开的时候骂他 屁了 大错筑成 在悲情与亏欠间 他还能否走出心灵荒原 这边不特别不值得 无法偿还 忏悔录正在播出 这把锋利的尖刀 就是复活生的作案凶器 只一瞬间 他不仅夺取了李强的生命 也将傅侯生推到了 煎熬铁窗之中 案发前一天 听到妻子亲口说出来 他与李强的苟且之事后 傅侯生强压怒火 给李强打去了电话 虽然他并没有提及那些 让他倍感羞辱的丑事 但傅侯生十分清楚 一切都到了 必须了结的时候了 给李强打了一个电话 就是需要李强所要切款 说我经常用切了 你给我还回三四万块钱 能给我给他三万 或者三四万块钱 不接上的吧 一百万还是太小了 李强了 保持 也得用了 按照约定 第二天 傅侯生在家里等了整整一天 这让他有些焦躁不安 直到日落黄昏 李强才终于出现了 到了家里以后了 傅侯生忘了他撤了多少 李强打了出来 说我就五千块钱 你看你要不要 你不要 那就算了 要就这五千块钱 他打了一听就火了 傅侯生就感觉到了 在这个 这个李强 是对他是一种这个戏 李强话音刚落 傅侯生顿时怒不可遏 他再也不想压抑内心的屈辱 便任凭邪恶的念头 撕扯着他的理智和良知 那个时候一乡 是爱不下了 那个时候就是想和他痛过一强 打死就能打算让他慌 傅侯生就把嗜血 写准备好的纸和笔 递给李强 说是你把切款给我打个切条 李强在那个茶几张做的 底下头中准备写这个切条了 傅侯生了到厨房 从那个蒙乔尔柜里面 拿出来一把死腰的刀子 赵李强的熊手就痛了一刀 拿刀痛他声骂他 屁了 突然遭遇袭击后 血流如注的李强挣扎着倒在了沙发上 偏偏就在这时 傅侯生的妻子苗秀华回来了 见到这一幕 苗秀华奋不顾身冲上前去阻拦 然而他的出现 不但没能让傅侯生从愤怒中抽离出来 相反 这个近乎癫狂的男人竟再次举起了尖刀 一番挣扎后 苗秀华侥幸得以逃脱 却终因失血过多 昏倒在路边 随后 万念俱灰的父母生 深知自己罪责难逃 挥刀自杀 进而民警的及时劝说 让这个男人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我觉得我不会好下场 不过我现在上一场那算 无所谓的 我这次举起对不起 在这儿上完 两个家庭的老人和我 以前要举起对不起小女 现在举起对不起那些李嘉的家属 不管咋结束 我不该放上去杀了 李嘉一黑 一父亲 一母亲 一子 他那其实多了 一个小孩 深陷高强电网之中 副后生始终难逃心灵的责罚 然而 此刻 他的悔悟和亏欠 已经太迟了 因为 他的残暴 给李嘉一家造成了痛苦 远比他想象的 还要深重 他爷爷 小时候走的 一直想象不好 在医院里 冲川 在地下 他就 去死一个 十四斤的冲 这些日常老婆 还不知道 这种被难 那现在要知道 知道要是死了 那立马 立马就下来 讲成高薰 一样的事 就一直 我已经没得 我也想象化 后 我还得跟他说 他想象化 案发后 李强的妻子 带着不满三岁的孩子 艰难度日 失去了丈夫 没有了经济来源 娘俩的生活 异常艰难 难以姑娘的伤痛 同样在父后生的家庭中复制着 父后生的大女儿 原本考上了大学 可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 让这个孩子 不得不放弃求学的机会 跟随母亲外出打工 父后生 年纪十岁的小儿子 则托付给姑姑拉扯长大 我也是一个悔奔 而放着二十年的砸 没办法 这只能现在这样 能咋闹 你说咋闹 事情没有卖黑鬼要吧 对不对 想活着还是几次 滑滑的 想累 2015年4月 巴雁闹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父后生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以故意伤害罪 判处父后生 有期徒刑一年 决定执行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接到判决后 父后生即将被押送到监狱 为了给予他更多的鼓励 让他安心扶行 办案单位特意为他安排了一次亲情会见 妈妈调后他 姐夫他们中的家 你想念什么 给他伺候 我就是不见你 咋子一顾的 咋子人为啥不记我 你就是一只小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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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点儿 你今天灾状思想太普遍了 你何必要转名酒家 我觉得你还是转名酒家 所以都不给他 他一直给你想救了 他也无法来装上 别死了他也转不开 死了所以 每月咱们都少了 因为他们有点过分 因为咱们也死了 有点少 冲动过来 哎呀 事已经出来 送给自己了 大了 大了 小了 小了 他没接着 那个 突然去 那我们两天 是啊 谁在那里 不得从宝宝 这里 又到的好点的地方 那不认识 不认识 认识不认识 是啊 不认识 嗯 不认识 不认识 他跟我妈妈认识 不是认识的 不认识 我知道我不认识 啊 我知道我不认识的 快看我不喜欢你 就不用认识 需要认识 本不想让父侯生知道 大女儿已经辍学的消息 然而年幼的小儿子 一旁说穿了帮 父侯生的妹妹 一时也不知 该如何安慰哥哥是好 那次他去我们家 他家父亲也去我们家了 去我们家住了 这时候 刚刚走 他说你小年也行 他不小年也行 不小年就看你妈 中了那个 小年就在你 就来那儿 给人家活住 我们独独独独独播 还是要帮你 介绍他结果上的 想想不得不放弃 学业的女儿 此刻 父侯生心如刀角 推挤急人的 他想起了李强的女儿 大概是不想 让另一个孩子 也过得如此艰难 父侯生主动提出 要变卖土地 赔偿对方 就像你家人 我一样 回上那边地处 去拿山来 里面 去 不能吃 你叫他老挡的 家人 我打不住 大云 历史来说 给杨生打不住 我只要 我拿换个创 我刚刚的 说 我打电链 我非常 这时候 我真的 我又不想 请给她点心情 给她点心情 想妈妈 等她等我 她又 她一直在跟她 你为什么在弄小她 早点出来 再喝一杯 就好了 那不吵不吵吧 你这些地盘之后就吵了 叫二零吉 地盘又会碰撞的 你也吵了一会儿 你也吵了一会儿 那你要老药 不要吵 咱也争吵 所以我们的活动传 不就蛮吵 咱们龙头要撞地盘 龙头要撞地盘 龙头要撞地盘 你也没有自己在接 你也会老药在接 你也想说呢 大功 五十多岁两岁又没大功呢 大上 不说 不说不说上去 这些人家在好好的表现 那一上的话 那些有没有 这些掉下的 哎 我长得很瘦 会见结束时 父和生甚至没有跟小儿子多说几句话 便满怀亏欠地离开了 未来 漫长的复兴生活即将开始 父和生必须明白 早日振作起来 用心情的汗水洗刷罪恶 才是救赎心灵 担当责任的开始 人性的批判 创回的力量